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訂閱狀況 無論是《魔物片側報》、《正向報》、《沙冷器》和主持人的《世台》都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之後,如果真的被退訂,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現在就說說俄乎戰爭 剛才有網友,好像是強盛的,流言說 德國說中國不應該買俄羅斯小麥 買俄羅斯小麥就是贊助和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大致上是這樣,我沒有留意,因為找不到 大致上是這樣,我也要說一件事 你買俄羅斯的東西,其實是民間的交易 你買糧食也好,買燃料也好,這些是必須的 人生存是必須要糧食和能源的 如果我本國的人,如果不買這些東西,就吃不飽 或者,基本上就沒有能源 能源有很多東西,你可以取亂也是能源 通勤也是要用能源,很多東西都要用能源 工業生產也要用能源 這些民間的事情,如果也做不到 就是懲罰自己 那你說俄羅斯和烏克蘭打仗,為什麼要懲罰中國人? 所以德國說的東西是沒有道理的 我不知道德國是誰說的 但是任何人說的都是沒有道理的 就是因為打仗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中國不只是跟俄羅斯買東西 中國也幫烏克蘭買東西 兩邊都有買,就是兩邊都不幫 是不是這麼簡單?或者兩邊都幫 你可以這樣看 事實就是,生產是要繼續的 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14億人 14億人,你每天要做一碗飯給他 不用多一碗而已 你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現在,國內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熱狼的問題 國內的農業生產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今年,我認為糧食的產量是會減少的 在美國其實也是 現在你看到的勢頭是不妥的 因為現在美國他們 很多地方現在都是有熱狼侵襲 我會講美國那裡 南歐那裡,就是希臘那裡 在羅德島發生的事情 昨天我也講過了 昨天可能講得不清楚 今天我就再澄清一次 因為現在多了一些消息 昨天說的時候 就很少資訊 現在就多了很多資訊 今天會講回羅德島 究竟希臘那裡 狂燒那裡發生什麼事 在俄烏戰爭那裡 當然 俄羅斯就狂咀奧德薩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一定是 那奧德薩為什麼 它好像防空系統那麼差 就是因為 這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就把奧德薩很大部分的舊城區 都說是人類文明遺產 那些東西 就是世界遺產來的 他們的估計 就是用了這個說法之後 俄羅斯就不會炸那些 歷史悠久的東西 結果不是的 俄羅斯是炸了這個東正教的大教堂 這個大教堂就是世界遺產 那 那 就是 連奧德薩的守護神聖像 都是 在廢墟下 就找得到 那 其實奧德薩 這個是 司拉夫人的文化中心 應該說司拉夫人的文化中心 其實 烏克蘭人 和俄羅斯人 其實是有很長的連繫 就是 葉卡哲林那 大帝時期 在奧德薩這個地方才建成 那麼 這個奧德薩 其實曾經是 俄羅斯的 第二重要港口 這個是第二重要港口 那 為什麼現在會分家 為什麼會變成烏克蘭 其實有很多事情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看歷史 它本身又不是真的一家 其實就是 有些事情就是 很複雜 本身又不是真的一家人 但是 又曾經是一家人 這個世界就是 有時候又會分開 有時候又會合在一起 就是 很難截斷一個時間 就說 他們本來是一家的 但是 就是 九一年的時候 其實大家 已經和平分手了 就是 九一年的時候 和平分手 就定好了邊界 就不要再搞了 其實應該就是 已經定好了 九一年的時候 其實就是 現在當然 有些人就說 九一年那件事不算數 就是 蘇聯 是被美國 弄成他解體的 而已 蘇聯不是美國人 被他搞他解體的 是俄羅斯人 自己說要解體的 自己說不要蘇聯 哈哈 這個 你說是美國人搞的 我就覺得 你這樣就是去冤枉美國人 美國人和蘇聯冷戰是真的 然後蘇聯自己的經濟搞不好 他受不了 也是真的 你打冷戰 其實那個 成本很大 還有 之後的影響 後續的影響 當然是很深遠的 如果你說 美國人說一套做一套 一向都是 這些你要習慣 有些人說一套做一套 你要習慣到才行 好了 香港人民又說 無論政治還是商業 全世界都是為利是圖 西方指責中國航空業獲利是不合理 要中國航班同量 不能經俄羅斯領空 他們不明白一件事 你制裁人關我什麼事 西方就是霸道 我制裁俄羅斯 要你跟著制裁 那怎麼可以呢? 其實 實際情況就是 中國周邊已經一大堆鄰國 可以搞到中國很麻煩 而陸路邊境接揚最長的 中國的國家應該是俄羅斯 那你說 可不可以跟俄羅斯的關係很差呢? 如果跟俄羅斯的關係很差 不是不行 是可以的 不過代價又是很高的 你又要駐很多軍 就在邊境那裏 那是很辛苦的 其實你把那些資源 丟在邊境防衛那裏 對一個國家來說 其實真的不值得 你不如去生產一些東西 其實說真的 你強行去防禦 結果你用很多資源 在軍事上 我不是說軍事不需要資源 軍事需要資源 但是 不應該 單純用在駐軍那裏 其實你 軍事的資源 其實要用得更快 就要不斷研發一些新的武器 令你防禦的效率提升 那些是這樣的 我繼續說說 輝日人類命運動共同 都說得對 就是利窮側散 其實蘇聯散了 都是因為他們經濟完全搞不定 對不對? 那他那個 顯勝大教堂 就是現在被人炸了那個 就是奧德薩最大的教堂建築 他 他是什麼時候落成的呢? 1809年的時候落成 蘇聯時期 其實就是拆了他 那麼 烏克蘭獨立的時候 這個顯勝 東正教大教堂建築 其實他才重建的 那麼 奧德薩其實 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 這是真的 那麼 那麼 但是現在當然是被人炸得 一坨東西 那麼 烏克蘭的作戰司令部 在Telegram那裡這樣說 他就說 俄羅斯的襲擊 就打倒幾十架 車輛 幾十架車輛 是損壞 還有 很多建築物外場 和屋頂都被損壞 窗戶被炸毀 包括 中國領事館 都是損壞的 那麼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那麼 還有就是 因為 因為他連續炸了很多天 因為他連續炸了很多天 俄羅斯是連續 發射導彈 發射了很多天 那麼 根據俄羅斯的說法 這個不是用這個大教堂去攻擊目標的 只是對那些準備恐怖行動的地方進行了襲擊 所有計劃攻擊的目標都被摧毀 這是俄羅斯所說的 但是烏克蘭就說 不是,我們這個城市已經有幾個隕石坑了 還有,這個停電會阻礙交通 這個公共交通路線可能會改變 還有,烏克蘭有些記者在Facebook上寫 他說他的屋子被導彈炸得搖 以及彈起來 他說,俄羅斯的導彈和炮彈的聲音很強大 真的很害怕 不過,記者就很正面 我走來走去,我都不覺得痛 我都沒有了抑鬱 我現在很想繼續生存下去 這些襲擊可能激發了烏克蘭人的生存意志 過去一個星期內 烏克蘭都想射低俄羅斯射過去的導彈 但是呢 烏克蘭正在用的防空系統 其實就不是外國者,也不是歐洲的防空系統 在奧德薩 他為什麼會不會把那些好東西放在奧德薩呢? 就是因為他想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說是世界遺產 俄羅斯也不會炸 結果不是俄羅斯照炸他 那麼 那麼 這個防空系統 為什麼沒有辦法擋到俄羅斯射過去的導彈呢? 烏克蘭也有解釋的 他說有些導彈 因為專門設計去射船 這些是可用的導彈來的 俄羅斯射過來的時候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擋得到 就是我們那些系統 我們現在就要 現在又要借意 又要拗一套 我們要愛國者 或者歐洲先進的防空系統 主要是說法國那一套 哈哈哈哈哈哈 那 那麼 扎蓮斯基 他在星期日的時候又出了一個聲明 譴責俄羅斯襲擊他 他又說針對和平城市 公寓大樓 大教堂的導彈 俄羅斯的邪惡 我沒有藉口的 這個 邪惡的勢力 將會失敗 扎蓮斯基說的 哈哈哈哈 一如既惡將會失敗 那麼 俄羅斯 的恐怖分子 肯定 會遭到報復的 現在他們 都會報復 俄羅斯的恐怖分子 一定會遭到報復 他究竟在哪裏報復呢 其實 扎蓮斯基 我相信他的報復也是在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這些仍然說笑 准觀者師傅笑 他應該在 克里米亞大橋那裏報復 哈哈哈哈 或者在克里米亞那裏報復 扎蓮斯基 那麼 扎蓮斯基 有人說他 你不夠感恩 他不是啊 現在 扎蓮斯基現在很厲害 他就特地說 我是很感謝每一個幫助我們的人 非常感謝 還有每一個在思想上和情感上 與奧德薩同在的人 我也很感謝你 哈哈哈哈 你說我不夠感恩 我現在就感恩給你看 天天都感恩 哈哈 哈哈 他就說我們會度過難關的 我們就會恢復和平 我們一定要擊敗邪惡的俄羅斯 其實呢 為什麼一定要說對方是邪惡呢 其實就是 沒有辦法的 你一定是這樣的 交戰雙方 一定有些論述 就是一邊是正義的 一邊是邪惡的 哈哈哈哈 雖然現實 比這些非黑積霸複雜很多 但是一般人 我也要說 其實沒有什麼路 說真的 哈哈 一定是非黑積霸容易進路 哈哈 還有容易上路 哈哈 你打我 你邪惡 但是之前那些歷史瓜葛 雙方都不說 其實就是 我打你是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是你對我不住 其實還有其他歷史瓜葛也不說 所以其實就是很難的 一打仗 其實平民就真的很慘 說真的 我其實 一直都是反對 打仗 有什麼不對 就說得對 你打仗 根本大家沒有意思 打仗是很愚蠢的事情 香港人民就說 反而因為烏克蘭用雜速彈 引來俄羅斯更大的導彈攻擊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用多些導彈攻擊 我就用多些雜速彈 其實這就是一個 不斷升級的一個漩渦 這個不斷升級的情況 我就跟大家說 因為今年也很難好 好像阿蕭那樣 阿蕭今年說 二三一定好 那就糟糕了 你是燈神 你說一定好 一定是糟糕 哈哈哈哈 有一幅給你看 哈哈哈哈 那 俄羅斯其實現在 是炸了幾多個文化為止呢 根據 這個歐盟外交負責人 這個博雷利 Joseph Borrell 或者叫博雷爾 他就說 俄羅斯已經破壞了幾百個文化為止 就試圖摧毀烏克蘭 現在有些人就傳 就說 美國都不想支持烏克蘭 我要說一件事 美國從來都有一群人 就不支持烏克蘭 但是那群人呢 其實是佔少數 因為民調很清楚 其實美國到現在都是 多數人支持是繼續支持烏克蘭 那麼 主要支持支持烏克蘭的人 就是民主黨的人 大概他們有七成的人 支持支持烏克蘭的 那麼在共和黨那裡就倒轉 他們就只有三成人支持支持烏克蘭的 那麼 你拉回雲 其實支持繼續支持烏克蘭的人 其實就是過半的 情況就是這樣 你說美國之後會不會繼續支持烏克蘭 他會繼續支持烏克蘭的 不用想 因為其實美國人都很棒的 你看到美國人都不是傻 其實美國 他說就說拿很多錢 就像阿琛那樣說 我們拿了二千億去支持烏克蘭 美國人拿了二千億去支持烏克蘭 他實際的經濟利益 可能是六七千億的 因為現在世界有危機 錢又回到美國 這是現實 有些人說 現在的錢都回到中國 你不要這麼說 你真的看看別人的情況 別人的美元升值又有壓力 股市又回升 還有樓市又沒有下跌 他們的經濟表象 是比中國更穩妥的 看起來股市是升的 樓市又沒有下跌 內地股市又不行 在香港也是 股市也是不行 樓也是跌 這兩樣是最切身的 對一般人來說 這兩樣是牽涉到 人的信心 你那個樓市股市跌的時候 其實就是 可以摧毀人的信心 其實是一般人的信心 所以我說這些信心是很困難的 你強行放水穀起的股市 又多麻煩事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讓大家有信心才行 沒有信心是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事實就是 現在這套遊戲制度 我們叫Fiat currency 銀紙後面就是國力 經濟實力 你沒有了信心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 不是說開心就可以 你開心 表面而已 你有沒有信心 對那個地方 你有信心 你才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好了 現在 就是 俄羅斯、烏克蘭那裡 其實他們兩邊都是互相拘捕自己 讓人們對自己國家有信心 現在就是先捕到誰去收皮 其實就是 但是這件事情 我認為 他們是打了三五七年 走不行 現在有些人出來說 烏克蘭的大反攻幾個月可以搞定 我真的老實說 我到現在都不認為幾個月可以搞定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俄羅斯 他有 晚上的時候 射一些蛋 去哈爾科夫 那 在哈爾科夫那裡有兩個人死了 一個是五十七歲的姐姐 一個是四十五歲的哥 一個是四十五歲的哥 被炮擊 射中 你很大方法 的 那哈爾科夫地區的軍事管理局 那找人叫奧jas policar 在 zones 犯牲 那自己工作 過去一天 俄羅斯用大炮逼擊炮、飛機大規模炮擊哈爾科夫、 楚湖伊夫、富壁楊斯克和伊齊烏武地區的定居點 富壁楊斯克被火箭射了 還有加龍炮、逼擊炮 最少三棟和民用工業建築都射低了 現在富壁楊斯克地區堅守陣地 俄羅斯沒有任何進展 但是他現在不用進展 你射一些炮影響你生產 已經很麻煩了 很麻煩 殉坤說只要財赤不影響美國人生活 美國人一定支持民主正義 整件事也是簡單化的 不過是容易相信的 說真的,非黑即白是容易相信的 即是你把俄羅斯妖魔化 其實比較容易入腦 他們那一套就是這樣 有些人想把烏克蘭妖魔化 也是容易入腦的 所以比較持平中肯的言論 是沒有人喜歡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非黑即白容易入腦 其實這個世界又不是真的非黑即白 很多事情都是 有灰色地帶 以及有些歷史原因的 即是你跟一個人接觸 我將這件事簡單化做一個人接觸 你跟一個人接觸 你會不會完全不管你跟他之前接觸的感覺 各方面的事情 是不會的 你一定會考慮的 你信不信一個人 你一定會考慮跟他接觸他之前做過什麼事情 這些是你會考慮的 那麼 國家民族也好 這些是有記憶的 國家民族也有記憶的 你要 就是完全消滅一些國家民族的記憶 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真的很困難 好了 那Camp St. Lo說得對 劉德華、明慧 有信心未必會贏 但是沒有信心就一定會輸 現在就是 你要人們有信心還是不容易 要做一些事情令人有信心 其實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是要做一些事情令人有信心 說政府怎麼做 那你第一步當然是不要弄一些政策出來令人找不到食物 你弄一些政策出來令人找不到食物的話 其實是很嚴重的 好了 那講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就講講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 字幕是非按照片 其實不做的 令人傷害 假的 臨時 是 我 熱心 by bwd6 by bwd6 by bwd6